家屬一早提着大包小包物资 要送给被隔离家人 原本住在诺福特饭店的基石 被转送到阳明山台影宿舍 隔离已来到第四天 周日送物资的家属 比头两天来得少 这间层隔离武汉包机台商的 阳明山台影宿舍 现在有被隔离的基石投诉 宛如监狱 一名华航基石控诉 不仅设备简陋 明明说有消毒 却处处可见老鼠屎 还有毛发 环境脏乱不堪 还有基石抱怨 除了不能郊外送 家人送物资来 也不能送延长县 刮胡刀 指甲剪等含尖锐物 更不能抽烟 不能喝酒 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直呼根本是监狱官人犯 没有预期到说 会有这么大一批眼 然后需要进住那个地方 有一些状况确实有跟公卫反映 那现在正在协调当中 109名被隔离的基石 没有准备就被送到 阳明山隔离14天 基本民生必需品 根本准备不及 但家属也只能早上10点 和下午3点 两个时间点能轻松物资 也让家属都觉得相当不便 被隔离的基石痛批 就和德国纳粹 抓犹太人去集中营养 但是台湾是民主国家 政府不应如此 记者林信线 彭新美她的报道